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营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营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越来越紧张的此刻 东南亚堪称是当前世界上区域发展最有活力和潜力的地区 以经济为主的国际交流高速前进各国都在努力的发展 台商自然在当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但在此同时企业主面对的挑战也是一样不少 在面对接班转型议题的同时 该怎么推动企业在东南亚永续发展呢 本集开启东南亚台商的世代对话节目 邀请到了四位专家和大家分享他们的宝贵意见 让我们欢迎KPMG安侯建业家族办公室主持会计师郭世华Rone 哈喽Rone你好 哈喽Peter好 大家好 第二位专家是工业产业主持会计师张自信Johnny Johnny你好 哈喽Peter还有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是第三位专家呢是KPMG安侯建业的工业产业主持人 刘彦博Able Able你好 Peter好 大家好 是 第四位专家呢是我们KPMG安侯建业 驻越南的合伙会计师陈嘉诚Brian 哈喽Brian你好 Peter好 大家好 是 首先呢我想先请教一下Rone 那一个关于家族的问题哦 就是家族企业在过去历来的节目当中 也分享过很多您的宝贵意见 他们在转型的同时呢 其实我相信新南向政策 相关的台商企业也是有一样的课题和挑战的 那就你的经验来看的话通常台商在寻求你们咨询跟协助的时候呢通常来的人他是上一代还是下一代那他们通常是碰到一些什么样的沟通或者是经营上的一些问题而来求助呢 就我们的观察以及就是来找我们的大部分都还是上一代是也就是一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说我们说二代很少看到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南向的家族企业大部分都是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去念书 譬如说像美国英国或者是加拿大 那台湾的家族企业本身在台湾不见得说会把小孩送到国外念书 可是我发现南向的企业这个比率非常的高 所以呢既然二代已经是在外面成长环境啊还有教育背景这些都全然的跟东南亚的环境截然不同 所以其实他们很少想到说要回来接班 所以通常都是一代来找我们问我们说二代不想接班怎么办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想请教一下Johnny 您是负责工业产业的会计师吗 所以他们在碰到什么样的产业的问题的时候 这些老一辈的经营者他会来求助呢 我想老一辈的碰到通常都是会 第一个他的业绩无法成长的时候 然后另外的可能就是他的成本越来越高 包括原料成本啊人工的成本啊等等 当他面临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就要得要去思考该怎么去因应相关的一些对策 那我想请教Rone 如果说新南向是一个显学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样结合在地资源 来给这些有疑问的客户一些solution呢 其实结合在地的资源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一代来问我们的时候 他会担心的第一个二代不接 第二个是即使二代愿意接 他如何跟当地已经就是在公司发展也很久的 这些专业经理人合作 我们说二代来说好了 他的原生家庭呢是台湾 然后又是在国外长大 其实他对东南亚是完全不熟悉的 可能也没有感情 对 什么东西都没有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跟当地的那个专业团队合作 这个部分对他们来说 而且还有语言上面的隔阂 因为有一些专业经理人不见得英文好 可是他们是需要用英文跟二代沟通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面临了很大的一个难处 那这个时候呢 所谓的当地的资源 我倒是觉得说 因为其实很多台商在东南亚地区 都有很强的一个那个协会 或者是商会等等 那这些或许是他们可以拿来运用 就是说二代之间彼此 就是建立一个平台做交流 然后呢 这时候也带进来当地的这个专业经理人 用比较soft的方式来进行沟通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求助当地的这个专业 比如说像我们KPNG越南或者是泰国 甚至是我们KPNG台湾 其实也都有驻扎在当地 所以对于说台湾的企业跟当地 要怎么样结合在一起 其实都蛮有可以具体实际的建议的 是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Johnny 您刚才提到可能是业绩碰到的天花板 或者说是一些成本上升的问题 这两个当然我相信其实你设厂或者说 在任何一个地方落脚都会碰到类似的问题 但是东斜如果是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通常您会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些初步的想法呢 我想其实在整个一个成本的增加部分 我想这是会面临到的一定的课题 那应该回归到如何让自己的生产效率能够增加 那在这个部分可能就必须要借重一些所谓数位工具 那数位工具或智慧生产的一个流程 让你的效率相对的增加进来 让成本自然降低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ABLE 就是东斜它其实是一个概况 其实包含了很多的国家 那这些国家总共来说的话 它的人口是相当可观的 所以有一些国际上的品牌 其实蛮想要经营在地的市场 那我的问题是 如果说经营新南向的台商 特别是家族企业的话 您看到目前的概况 它是想要经营市场 经营这个消费性的产业比较多 还是说它想要打算 也是利用当地的成本优势来设厂 然后生产再出口 是哪一种状况比较多呢 不会言 因为整个新南向 它其实是有时间的一个区隔 如果我们回到20年前 不只是新南向 其实首选应该是西向 那慢慢的因为时空的演变 跟最近的一些政经因素 所以新南向最近被提出来 而且是非常的热门 刚刚特别提到东协 事实上东协六国的人口 大概是五亿到六亿 但是如果我们再把那个印度加进来 其实人口有可能高达20亿 所以如果纯粹就人口来看 内需如果不做 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但是说真的当初去新南向设厂的这些台商 绝大部分都是制造业 而且是以出口为导向 那时候考量的一个点 其实是为了比较利益 不管你是去中国西向 或者是新南向这些东南亚的国家 其实土地成本跟人力的成本 是当初最大的一个考量 那当然经过这二十几年的演变 还有最近的地缘政治 的确有很多的台商正在思考 要不要选边站 然后要不要从外销转而 这个直接往内销这个去思考 但是事实上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 因为内销其实是以餐饮 消费性的这个产品为主 但是过去他们其实都是大部分 focus在一些制造零件 或者是半成品 所以要做这样的一个转换 就创业者而言 其实是一个商业模式 一个很大的一个转环 是 所以对于二二三代 不管他要不要接 其实这个新的商业模式 对这个在新南向的台商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 我想请教一下Johnny 什么样的产业 您刚才提到成本的问题 然后包括业绩的问题 什么样的产业 在东协这个地方 如果他想要继续拼优势 在成本 然后拼出口的话 他的成功机会会比较大的 因为毕竟他可能有一些群聚性的问题 像以越南而言 现在目前自行车产业 应该是群聚效果 已经聚在一起了 那泰国的部分是汽车产业 都联合在一起 所以那另外的一个考量点 包括墨西哥 墨西哥现在是电子产业 也聚合在那个地方 所以应该说 这整个一个产业链里面 必须要考量到一个产业聚集的一个部分 至于哪一个产业未来在这几个南向里面 会有一些发展 我想其实还是回归到一个工业产业的 相关的产业 他们在面临到这样子挑战的过程中 如果做好智慧制造 或是做好一个转型的部分 他未来还是有可期的 所以您的意思是不是说 不要看你自己想要去哪里 而是看你的同行 或者是你的上游 你的下游去哪里 然后再来做一个辅助的决策的因素 可以这样说 可以我觉得就是因为等于 我觉得台湾人最好的一个就是打群架 对 那如果怎么去整合大家的力量 聚在一起 然后面对这样子不确定的一个时代 我觉得它是一个契机 是非常谢谢Johnny 那我想请教一下 人现在就在越南的这个Brian 通常我们在越南当地的台商 现在在做所谓的变革 在转型的 他们在推动的是哪些具体的目标呢 Brian OK 其实应该从2020年疫情开始 现在在越南或者是东南的台商 大概面临到了就是供应链整个转移 跟弹性这两个部分 所以以疫情的时间来说 可能大家都必须要在家工作 或者是没有办法到工厂现场去 所以数位化这件事情就变成是大家一定要做的事情 我可能没有办法到现场 但是我不论我人在哪里 我都可以及时掌握我在公司的营运状况 所以这个数位化是一个目前东南台商 积极在处理的一个变革 第二个部分也就是最近非常热的ESG ESG这件事情是品牌上已经开始在要求 如果不做将来可能很难进入整个供应链体系里面 所以数位化以及ESG的一个转型 目前东南台商目前最热的一个话题 所以一个数位化 另外一个是关于禁令排放 跟整个ESG进度的执行的成效 可以这样说 没错 那通常这两件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达成 尤其以数位的转型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整个所有的部门 它都必须要参与 而且它的成效又好像难以评估 通常在追求这两件事情 以数位转型为例的话 您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现在所有的供应链都在做碳排的一个盘查 那盘查如果是透过人工 或者是以前古法炼钢的方式 可能会耗费很多的一个企业的资源跟时间 那现在可能大家要善用一些数位化的工具 去统计我们企业排放的一个数据 所以等于是一减二个 我可以做数位化 我同时也可以达到ESG目前供应链的一个要求 所以目前大概在数位化的面向上 大概都是炒排碳这个盘点的部分在做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东南亚台上的一个机会 是 这个节目呢 其实长久以来 其实探讨过很多关于东协东南亚市场的经营契机跟挑战 那我们走过疫情这三年之后 我们也看到KPMG安侯建业在2022年底 在泰国有举办一个说明会 希望能够建构一些家族传承 当地台上的一些新的思维 当时吸引了蛮多的负责人 跟他们的相关的伙伴参加 那我想请教一下Brian 您看到整个东南亚在现场看到 他现在家族企业的一些接班的安排 跟我们台商自己 或者说在台湾本地 他的安排有什么样差别吗 比如说像日本 我们看到有一些相当古老的企业 他有女婿接班这样的习惯 我不知道东南亚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安排呢 从刚刚郭快所提到了 其实相对于西方或者是台湾来说 都是属于比较艰困的一个地区 那对于在海外留学的这些二代 愿意接班的可能意愿不高 所以在东南亚这边的接班 非常的多元化 除了子女接班 当然也会包含到您所提到的女婿的接班 那除了有这个亲戚关系之外 其实也有专业经理人的接班 或者是引入外国的这个国际基金来协助 等于就是国际策略投资者来协助 那个企业永续这个部分 是 所以其实在东南亚接班 非常的一个多元化 哦是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Rone 因为再怎么说 我们一天就是只有24小时 那我们规划的目标当然是很多 但是像刚才博人提到 如果又要做ESG的工作 然后又想要做数位转型 但是就像教你刚才有提到 有成本的压力 然后业绩可能又碰到天花板 那想要的事情这么多 会不会有一点太困难了 就像您刚才提到 二代似乎他本身意愿就不高了 的确是 这个当然这个挑战 我觉得跟以往来比的话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尤其是现在地缘政治 还有就是气候的变迁 这些等等都会让我们觉得说 不管是人文的挑战更高 或者是说这个自然的力量 这个都是我们东南亚台商这边 一个面临的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 那在这样子的挑战底下 然后我们又说到了这个二代 可能就是对于说 在东南亚的认同度是比较低的 其实我有监督过这种台商的二代 他们很迷惘 第一个他生产环境是在国外 第二个他的老家是在台湾 第三个他寒暑假回去的家是在东南亚 所以他到底是归属在哪一边 这个的确是 然后我们在这个就是2022的这个说明会里面 其实也有观察到 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是 泰国的台商其实进驻的 比较起来的话比越南来的早 而且呢在泰国它是一个民主国家 所以呢在台商之间的一个凝聚率 或者是说政商关系来说其实都比其他就是说 共产国家这种的其实都还来的有弹性一点 那我觉得倒是可以利用这一点 而且我发现说其实这些二代也不尽然说完全没有兴趣 可是在跟一代沟通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沟通的这个顺畅度真的是比台湾的家族企业还来的低 因为就像我说的 他们本身成长环境就已经很复杂 然后呢台商会到东南亚去通常也都是需要非常非常专注在事业上 就像你说的24小时 所以他真的已经措施了说 在小孩子成长重要的过程里面去参与 然后去跟他取得一些共同的理念 那现在当然没办法回去了 所以我觉得是说能够找出有效的沟通 然后能够和平的讨论 这个对一二代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其实很多二代对于说这个家族的企业不是没有想法 但是他会觉得我的这些想法可能都会被一代打枪 所以他觉得大概太困难了 所以他宁愿自己去发展 然后呢这个家族企业呢 看说是专业经理的buyout 或者是说给其他的上下游 供应商客户就把它买掉 这样子也是一种方式 那其实我觉得这也蛮可惜的 因为有一些东南亚台商的确是有一些技术核心价值 是值得传承下去的 那这种的我会希望是说我们 在专家的这个部分能够有机会 可以协助他们建立起一二代的一个很好的沟通桥梁 然后就我们自己辅导的这十年 的确是有一些工具可以拿来使用的 不管是说工具或者是制造气氛或者是一个场域 其实这一些只要条件设得齐全了 其实沟通不是说不能够成就的 是柔那刚才解释的非常详细 那我想请教一下Abel 先撇开这个家族第一代跟第二代之间 可能有一些于公于私的情感上面 或者是事业上面的一些 分不开的一些议题或者是冲突 那如果说我们在地寻求在地的资源 包括KPMG安火箭也在地有很多的咨询顾问的团队 那然后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在地的经营者的辅助的团队的话 是不是他相对来说他的转型或者是接班 可以比较度过这个所谓的壮强期呢 是的其实人不清土清 那我想台商的任性跟弹性非常的大 但是当地的这个专业的咨询团队 其实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过去来不及参与 那现在如果要参与的话可能政经环境不一样 对 刚刚容内其实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二代大部分都是从国外回来 所以他们比较有国际观 所以如果这个公司在寻求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大概都会希望是有机成长 就是创办人 但是在有机成长如果寻求说 在既有的基础上去寻求一个诟病 或者是扩大 其实上一代的这个创办人 其实他接受的意愿比较低 那新的这个成绩的二代或三代 他们其实比较有国际观 比较开放一点 对 所以也许有一些创新的idea 但是往往得不到支持 所以寻求专家的协助 尤其是在地支援的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 那当然我们也发现有很多二代 他其实可以寻求更多的协助 因为KP眼机其实是一个global firm 那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其实都有分支机构 那我们也发现 其实这些二代很会寻求支援 除了东南亚之外 我们其实在世界各国 也都有这些分支的据点 那我觉得他们也善用 这些分支的据点 这些专家 我觉得可以有助于 在有机成长之外的一些创新 是 我们刚才探讨的 除了事业之外 其实有一部分是 家族家人之间的感情 感情就是一种价值 传承也是一种价值 所以在谈事业 或者说财富的时候 它是一个方面 但是价值又是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在谈基业长青的时候 这两个方面 有形无形都应该要兼顾 当然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条路 那我想请四位专家 最后再给我们总结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从各自专长的领域 为本土企业也好 或者说为落脚东南亚 整个耕耘东斜市场的台商也好 在家族传承 在事业的前进 还有刚才所谓提到的ESG 这三个很重要的课题上面 给我们一些发展策略的一些 总结跟take away 让大家能够很惊讶的 能够吸收这一集的精华 我们先从容内开始好了 您刚刚有提到 就是不只是东南亚的企业 或者是本土的企业 那我自己这样子观察的结果呢 我发现最主要最主要的 还是在于说沟通 还有就是家族的成员 一定是要对家族的企业 有一个认同感 有荣誉感 甚至是愿意让自己 变成是一个责任股东 所谓责任股东 就是不会在公司的股价高的时候 然后就获利了解 他对于家族的企业的永续 还有就是这个企业的文化塑形 其实他都是有责任的 那这个也会带到ESG 就我们的了解 其实二代价对ESG 是相当关心的 而且他们也比一代 老实说啦 比一代更愿意投入资本 在做这个ESG的这一块 所以其实你就从这个产业传承 或者是家族企业的这样子一个凝聚的共识 以及对就是说现在国际上面 最夯的这些议题的catch up来说 我觉得其实二代现在好好的跟一代做下来 然后一代也愿意放手 让二代去做我们说一些尝试 然后是在我们就是家族企业 可以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 容许一些损失 一些尝试错误等等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是 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 Able您怎么看这样子的 很困难的一件工作呢 其实过去在智慧制造的时候 创业者大部分会追求的是 生产效率的提升 成本的降低 那说穿的其实就是追求一个企业最大的EPS 但是现在二代应该把这个EPS转换一下 变EGS 其实就是ESG 也就是说社会责任跟公司的获利 其实是永续的一个关键 如果这个东西有偏废的话 其实你要追求一个企业永续的成长 其实也是遥不可及 所以当二代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如何去说服一代也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 我觉得在未来是一个挑战 但是也是一个转型很大的一个关键成功要素 是 非常谢谢Able Johnny您怎么看这个变革路上可能碰到的问题 那又怎么样运用资源可以克服它 我想变革路上 刚刚大概都有提到 第一个可能人才的培育的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 那另外的可能就是适应力 你怎么去适应各个不同的投资环境的一个的部分 那另外刚刚还有提到的 那个供应链跟产业聚落的部分 那其实我还要谈的就是应该说 这个整个跨国企业里面 现在面临到的一个就是所谓 税机侵蚀跟利润移转的一个议题 所以如何去整合整个集团的一个获利 或者是产业供应链的一个价值链的一个配数 我想这个是应该每个企业里面 应该去注意的地方 是 谢谢Johnny 我想请教一下Brian 您怎么看整个在地的这样子的耕耘 以及它目前进度走到哪里了呢 好 那我就海外台商的一个观点来看 海外台商其实从疫情开始挑战就不断了 所以其实在海外台商 我们可以预期将来的挑战只会越来越多 除了数位化 除了ESG 可能将来还要面临地缘政治 供应链分散的各种挑战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成功要素就是要沟通 不管是一代跟二代的沟通 还包含一二代跟专业经理人的一个沟通方式 那我觉得沟通最主要的是有效的一个沟通 那如何有效的沟通 我想财务数据其实就是一个最客观的一个沟通语言 不管是一二代的沟通 或者是企业主跟这个专业经理人的沟通 我想把数字摊出来看怎么样做对企业的永续发展最好 我想这个都可以很轻易地说服大家 让大家在同一艘船上 那其实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衡量 可以让二代的绩效凸显 也可以让他的接班能够更加顺利 我想怎样建立健全还有透明的一个财务制度 我想这个是企业在面临未来的挑战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透过四位专家今天的不同角度的共同的分享 我想大家可能对于现在东南亚的处境 然后台商的一些机会跟挑战 都应该有了更多的认识 当然要有充分的沟通 诚如刚才四位专家所说的 用共通的语言 然后形成一个同样的态度 然后聚合最大的规模的战力 才能够打赢在每一个地方的胜仗 那我想这个是不管在台湾也好 或者是在东南亚也好 台商都应该要做到的 非常谢谢四位专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宝贵的意见 也期待在东南亚的台商这个发展的议题上 能够更多的听到四位专家的不同面向的一些分享 让我们非常谢谢Rone 谢谢 谢谢Johnny 谢谢 谢谢Abel 谢谢 也谢谢人在越南的Brian 谢谢 KPMG知识音量节目 让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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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